-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- ODIY YID - 我是玲玲 - 我是小胡 今天是要給大家做這個是什麼 - 好 今天要給大家示範的是 - 我們的豆奶布丁 - 豆奶布丁 是的 - 首先我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今天的食材 - 就是有我們的無糖豆奶 - 為什麼會用無糖豆奶 -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我們可以自己加那個有機蔗糖 - 去調整那個甜度 - 就依據自己的喜好這樣子 - 但是如果說你要用那種有糖的豆奶也是沒有關係 - 是 後來你再加你要的糖分也可以的 - 是的 - 接著下來做布丁就需要有那個燕菜粉 - 然後還有就是水 - 水就是需要用來泡那個豆奶的 - 因為我們是用粉狀 - 需要一些些的斑蘭葉 - OK 讓它更香 - 對 增加那個香氣 - 是的 -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些的玉米澱粉 - 玉米澱粉這回就是有比較特別的食材啦 -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也準備了一些薄荷啦 - 為的就是裝飾 - 首先我們直接在鍋裡面做我們的豆奶 - 這邊我已經量好了 - 是650ml的水 - 開火煮 - 那豆奶呢其實在高溫其實是沒有問題的齁 - 豆粉這些東西 - 是 只是在泡的時候就最好是用冷水來沖泡 - 要不然它會結快 - 我們這邊就準備我們的無糖豆奶 - 是的 -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料丟進去而已 - 就是倒進去了齁 - 倒進去 - 倒進去 - 倒進去 - 我們不是丟進去 - 好 - 這樣尊重食材 - 是的 所以接下來先放糖 - 你可以下去 - 去下糖 - 對 - 因為我們今天使用的是這個有機蔗糖 - 所以等一下做出來的顏色會有一點巧克力色 - 褐色褐色 - 對對對 - 所以我應該加了糖之後再加斑蘭 - 對 其實你也會煮 - 當然啦 我是有下廚的 - 是有啦 偶爾啦 - 可是煮甜點啊或者是焗烤類的東西可能就比較少 - 比較常做的是加常便飯的那種 - 對對對對 - 就煮炒 - 因為配飯啊 - 還是要生活還是要吃 - 生活苦苦 - 然後飄了幾個葉子走 - 所以呢這兩個要先下哪一個 - 先下醃菜粉 - 都下完嗎 - 下完 - 這裡是量好的就是 - 分量量好 - 一茶匙的量 - 是的 - 基本上就是小火 - 小火慢煮 - 煮 - 現在這樣子的話我們大概會煮多久 - 一般上你會煮多久 - 一般上應該差不多2分鐘 - 三分鐘這樣它就會滾了吧 - 喔 OK - 可是就是你在做的時候要一直攪 - 喔怕是攪底對不對 - 怕它因為有加了那個醃菜粉嘛 - 怕它已經在下面固我凝結了還是怎樣這樣 - 一湯匙的水淨 - 一茶匙的玉米澱粉 - OK 一湯匙 - 然後再攪 - 我相信這個如果大家在家裡吃那種勾芡的東西都OK的 -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用那個原理 - 就是勾芡豆花 - 對對對對 - 而且它是最後才下 - 是 - 就是煮滾了之後才下 - 煮廢了之後吧 - 煮廢了之後吧 - 誰要滾 - 啊 - 啊 - 要再做我語片 - 哈哈哈哈 - 可以上節目我壓力了對不對 - 我的中文 - 所以在這個節目以後 - 我相信你的中文應該會很好 - 而且斑蘭喔 - 而且要在最快最早的時候就開始先煮下去 - 是 - 因為這樣子的話那個斑蘭才會去味道 - 是 - 嗯 - 其實斑蘭真的很好用 - 我們最近也是有拿斑蘭來泡水 - 是 是 上一種嘛 - 對 - 那個小湖就叫大家亂喝一泡 - 那個小湖 - 是那個小湖 - 那個小湖 - 那個小湖 - 是我這個小湖 - 只是小湖非皮小湖 - 就兩個節目中的小湖是不一樣嗎 - 是不一樣的 - 那個是慵懶型的 - 我是陽光型的 - 也是OK - 壞屁蜜 - 這樣會一起來大 - 好吧 - 所以真的有聞到了 - 現在開始有聞到斑蘭香了 - 是 有斑蘭的味道 - 對對對對 - 其實它本身有什麼功效嗎 - 基本上它有那個清乾火 - 然後消暑 - 因為馬來西亞 - 或者是一些熱帶國家都比較熱 - 所以它有這個草出現 - 就是讓我們在這一代的人 - 居住的人 - 都可以很容易得到 - 然後它也很容易生長 - 那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 - 就取到這個香料來做 - 就是消暑的作用這樣子 - 然後滾了之後呢 - 我們可以關火 - 可是也要持續一直做這個攪拌的動作 - 是 -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那個玉米澱粉 - 慢慢地加下來 - 然後記得要一直攪 - 要不然那個 - 它會結塊對不對 - 對 - 你就是有那個 - 那個珍珠的口感 - 就一顆顆 - 好 - 好 - 所以我們就可以存到我們的容器 - 容器裡面 - 對 - 哇 - 有SKILL捏 - 有了齁 - 哇塞 - 你看 - 只有SKILL先啊 - 對 - 就這樣存 - 其實這杯一人份的話還是有點大 - 就是甜品的東西 - 大家還是覺得說 - 誒 - 存多一點沒有關係啦 - 因為反正甜品 - 有一個位置裝對不對 - 對啊 - 人都是有兩個位嘛 - 尤其是對甜品好料的東西 - 好 - 然後其一個呢 - 可以進碗 - 或者是進一些比較深的盤 - 對 - 就是任何容器都可以啦 - 最後你只要就是包那個一層保鮮膜 - 然後再送進金香就可以 - 好 - 對 - 然後呢我其實也會稍微就是 - 把上面的泡泡給移掉 - 怎樣把泡泡移掉 - 就是這樣子 - 打撈泡泡嗎 - 對啊 - 那我們就馬上把它送進冷藏庫 - 兩到三個小時後再煎 - 完成了 - 兩到三個小時很快過 - 好當然呢在上面呢你可以加一些香草的東西 - 對 - 比如說薄荷 - 其實薄荷可以直接這樣吃嗎 - 可以啊可以啊 - 而且薄荷你只要洗乾淨 - 你還可以做一些飲料 - 好所以現在 - 敲碗 - 敲碗 - 試吃時間 - 你看還會轉欸跟我一起 - 跟你一起吧 - 跟我一起吧 - 你看還在轉 - 好乾杯 - 是來我們試試看 - 欸有欸這個口感很好喔 - 就是 - 啊其實豆香味很重 - 有豆花的感覺啦其實真的 - 因為有的咬 - 甜品果然是 - 你怎麼吃 - 都會覺得很滿意的東西 - 而且這個超簡單的有沒有 - 有 - 就基本上 - 食材也很容易得到 - 你在超市都買得到的那一種 - 對 - 過防 - 年輕人的朋友們 - 週末可以來試試看 - 是的 - 做給你的家人吃 - 簡單快速的甜點 - 是的 - 那今天的這一檔節目 - 到這裡為止 - 謝謝大家 - 下期再見 - 拜拜 - 拜拜 - 應該是我外狀態裡面的 - 因為心裡有音樂 - 各位一起吧 - 哈哈 - 到底來嗎 - 沒有啊 想笑的啦 - OK - 跟我一起吧 - 跟自己一起吧 - 哈哈 - 拜拜 - 拜拜 - 厲害 - 卡,來 - 黑 - 金牙 - 嗎 - 查原資 - 沒有啊 - 卡 - 卡 - 卡 - 我不需要的 - 天生力質 是男志气 好了好了 OKOK 视影师在看一个 OK所以下一个呢 就等他混而已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跳舞 一起跳舞 而且斑兰真的是一个 我们讲的屁 那些不好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 我吃屁是什么 他笑出来 我吃屁是什么 你讲个屁 你有屁度吗 我只是还没有讲完 我讲话稍微 慢慢慢了点 反正这个冻结了之后是 摄影师 又是摄影师 摄影师在哪 摄影师很好 你以后我是对他多好 我为什么都想到他 是好 所以 我讲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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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